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觉得说万一我访问上面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可能会被他们粉丝给骂死 今天来的两位是猫奴 这是志明跟狸猫 哈喽两位你们好 哈喽大家好 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书 非常红 但那个红是因为他们是猫奴的身份 他们养了很多只猫 那最红的那一只叫做黄阿玛 就是从黄阿玛这件事情上面 开始发展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最近就在世贸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黄阿玛的后宫生活 我要说的事情是 我拿到这本书我看完了之后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第一个地方是它的编排 编的实在是太好 一方面是你在阅读上面 可以获得乐趣 二来是你不会觉得很头痛 然后你在阅读上面 你也会非常愉快 因为它的编排的状况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看一些轻松的书 或者很多很有教育的事情的时候 在这个黄阿玛的后宫生活里头 也有谈到 我们先来谈谈这本书的主人翁吧 我好像要先从黄阿玛谈起 如果不从黄阿玛谈起 接下来我的听众可能就全部跑掉了 他先他先 对他先他先 来这个黄阿玛的加入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你们所想的 而且我对面这两只猫奴 现在叫猫奴 可是这两只猫 其实一个是怕猫 一个有点对于猫有复杂的情感 我以前就很怕猫 原因是因为我以前住台南 然后我以前喜欢养一些动物 我以前养很多鸟 超过20只吧 你也学太多了 就不是一次啦 就陆陆续续 为什么陆陆续续 因为就是有被猫吃掉 就被我台南附近的野猫吃掉 就每天一大早起来 小鸟都不见了 鸟都不见 不是小一只的问题 不只小一只 然后我是就是比较 以前是比较怕猫的状态 因为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因为就是对猫不了解 然后对这个动物不了解 然后可能就听人家讲 就说猫咪就是比较邪门 然后比较阴沉 猫咪会抓你 会干嘛会干嘛的 所以我可能心里面就有 有听过这样子的论点 我就有一个底在心里面 然后小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怕 我就是有一次就是跟猫玩 然后就 小屁孩就抓他尾巴 然后猫就为了要防卫嘛 他就咬我 对 然后我就被那个 他那个脸的样子吓到了 从此我就很害怕 然后又因为加上人家讲说 他猫很邪门什么 然后我心里面会很多综合起来的印象 然后导致我就会一直觉得猫就是怪物 被害妄想着 对 可是你们回头看你们现在的改变 你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吗 就是一只猫改变你们的人生 其实阿玛突然跑路 听起来好励志 对阿玛突然跑路我们生活 其实也是没有预警的 因为他当初是我在阳明山上捡到的 其实老实说不是我们捡到 是我们的室友 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就是学生宿舍 然后隔壁都很瘦 然后隔壁 你们住地下室这件事 对我们住地下室 有吓到 有吓到 真的住地下室 就很像鬼屋 对环境不是很好这样的 全学生 然后那时候隔壁他原本就是有养猫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没有养任何动物 然后那个时候阿玛他就是在我们的宿舍 周遭就是徘徊 就是淘鸡牌啊 淘卤味吃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被我们隔壁室友看到 然后因为他看阿玛 那时候还算有还算干净就是不知道很脏这样 然后就想把他接回 他就把他接回来然后帮他洗澡 然后就是准备拍了照 然后po上网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po上网就是一直迟迟没有人来来询问 因为其实很正常 因为他阿玛是成猫 就是已经长大的猫一岁左右 又是米克斯 对又是米克斯 就是随处可见流浪猫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把它放到那个 就是没有人住的空房 然后就是那种 那个空房间就是暗暗的 然后在地下室 就像鬼屋 看起来很像鬼屋 对 然后那时候还曾经有一度被房东放出去过 因为阿玛太吵了 对 阿玛会一直喵喵 然后最后我们才想说 那不然就是先由我 先放暂时放到我那边去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先想说 要帮他取一个名字 然后他就是很傲娇啊 很霸气啊 一副甩甩的 对 就很像皇上 然后因为我刚好姓皇 嗯 然后就顺利成章 就用他的姓当他的姓 对 然后又放到我房间 其实我访问你们两个人 我一直都有一个问题 我在看这个书也有一个问题 猫咪到底有没有认主人啊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共同养了 这几只猫 你们有分说这几只猫谁养 这几只猫谁养 其实其实如果真的算起来的话 黄阿玛是狸猫养的 对 对 然后但是从他之后后面几只全部都是 几乎都是致命 只有后最后的晚常又算是 晚常又是我带的 又算是狸猫带的这样 所以你手上就有五只猫 哈哈哈 对 他瞬间接了一大堆 对 他真的是瞬间耶 没有瞬间 他前面几只就是从 大概在大概一两年 从第二只到第四只第五只 差不多一两年耶 这又再一次证实就是养猫的人 通常养了第二只之后就会 会停不下来 一开始第二只 就是那时候 因为我们后来 到就是我们毕业之后 然后我们就组了一个工作室 对 那那个工作室呢 我们第二只是招地嘛 招地来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了 想了就是说 可能工作室都有阿玛一只 多一个猫吃吃掉 猫又没吃多少 嗯 所以我就养了第二只 那后来 后来每一只的理由都是一样的 可能加一只也没差多少 就从乘以二乘以三只 本来就有猫砂盆 本来就要亲猫砂 所以没有差多少 就越来越多 就跟那种长辈说 啊 反正家里不够多了一双筷子 对 有什么差别的态度是一样 对 所以你们现在家里头 总共有七只猫的成员 对 对 是养在工作室里面 对 你的意思是说 养在工作室里面 其实在你们家里还有别的猫 不是家里 不是家里 因为我们工作时间很长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很长时间都在公司 因为我们是做影像 然后常常熬夜到很晚 然后狸猫它是住在工作室里面 我们那边有两层 对 你们就是一个独栋 对 对 所以才有空间 就是有一间是猫房 才会有二楼下一楼的故事出现 对 就是那个空间里面是随时都有奴才在伺候他们 全天红 全天红 今天帮我两个奴才 这两个奴才编了一本书叫 《黄阿玛的后宫生活阿玛建国史》 这本书 建国的 对 紫妮们还不快跪下 好啦 你知道我贴了预告之后 那我自己在我个人脸书上面贴上去 你知道大家问 很难得 会有回应我的自己个人脸书 因为很多朋友都有自己在教我阿玛光 就要接脸书 所以他们要回应通常都在官方脸书上面 很少在个人的脸书上面 唯独今天他们问 请问黄阿玛今天会不会来 黄阿玛会不会来 黄阿玛会不会来 你知道 这我的节目不要这样 等到我们两个来的时候我也问 欸猫咧 对猫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你回答一下 我会有朋友听众会说 为什么你没有要猫 帮我回答问题 其实这问题就是 如果有很多就是 常常在关注我们粉丝团的子民们 他们就都可以帮忙回答 因为他们就知道说 阿玛是不会随便出席任何场合的 就是你要阿玛为福出群的 怎么可能随便出群就很帅 阿玛会说 交给奴才去 交给奴才跟小马去就好 正不需要去 因为其实 对猫咪来讲就是 虽然阿玛他以前有跟我们去参加过节目 有啊我有开 其实都是非常少数 阿玛其实算是比较不会紧张的猫 就是他适应外面的空间的能力比较好 但是对他们来讲还是 因为他其实他不喜欢 他不紧张但是他不喜欢 因为他很讨厌进去那个 外出容的那个空间的时候 就是他不 他其实讨厌那个运输的过程 对他点 他在哪个地点他其实没差 对他在外面的点的时候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吃饭啊休息这样 但是大部分的猫其实对他来讲 他可能表现出来比较自在 但是他事实上还是是稍微紧张的 他还是猫啦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就好 别忘了他的真实生命 他自己是真可爱的猫 毕竟他平常都在家里搭皇上 他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是 他遇到陌生人 就是他难免会比较紧张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不会 没有特别的理由就是一定 希望说他要去 比如说像上节目 我们为什么会带他上节目 其实一开始也犹豫很久 就是去电视上镜头 后来我们决定还是带他去 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发现阿玛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那个影响力是 很大 我觉得影响力是 因为他是米克斯 他原本是流浪猫 他不像就是他不是像一般的 可能猫咪社团有一些是 他是品种猫 就是长相很漂亮 听起来好像就是品种猫很红 这是理所当然 就是对很多的一般的 不管是有没有养猫的 尤其是没有养猫的 他们对于品种猫那种特别的样子 他们会觉得那个是非常漂亮 他们会 他们会二分法 会有那种二分法 尤其是他原本没有养猫或不熟猫的 他会二分法 他会觉得 猫可 要养猫就是要养品种猫 那个像阿玛这种就是 他们就是野猫 流浪猫 那流浪猫呢 他们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是有疾病 然后脏脏的 不亲人 然后怎样 很凶 但是夹猫就是 宠物这样子 就是他们会把它分开 但是 我们很希望透过阿玛 让大家知道是 他们是一样的 而且在台湾的环境里面 其实是不适合去 更不适合有品种迷失 因为台湾的繁殖场 都是很多非法的 所以 这个应该刚好就破了 可是那是狗的 其实猫也是 我们前一阵子 在粉丝囊上面也有 火锅类似的 就是他们在那边 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我们都常呼吁 当你去买猫 你想要买猫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 这只猫的爸爸妈妈 他正在水生活中 所以真的不要买猫 而且猫的 老实说 猫的私人繁殖场 是更残忍的 因为猫小只 所以他那个笼子 是沉叠沉叠沉叠的 然后都没有亲 大家可以去想像 那个猫毛啊 大便尿尿 那个沉叠下来 那个空间的状况 其实对猫来讲 是完完全就是一个 虐待的一个状况 因为猫超爱干净的 对 我觉得很多的繁殖场 都没有去想这个事情 就是 你所繁殖出来的小动物 其实是非常爱干净的 那个爱干净是胜过于你的 真的 所以你在这个 黄阿玛这段书里头 提到黄阿玛这段里头 你们就特别提到的就是 购买猫咪这样领养猫咪的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其实出书最终的目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终 应该是说 就像刚刚讲 就是我们让他开始上节目 我们知道上节目的时候 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阿玛 那我们就觉得 一开始其实有点排斥 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带阿玛去上 那后来还是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机会 就是刚好透过阿玛 然后让 提唱这个 流浪猫 其实我们都会讲 有时候有些采访他们也会讲说 就用个标题就说 平民皇帝 就是流浪猫 流浪猫 上次他们有一个采访好像有写说 没有人要的流浪猫 摇身一变变成万人膜拜的皇上 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 好草人厌喔 我觉得的确就是阿玛的 他以前就是没有人要 而且我们还po 上网po了之后 还没有人要 就是 就是 对就是有点就是 半推半就 让我们收养下来 但是你把它照顾好之后 他就 白白胖胖的 然后很可爱 很多 真的是胖很多 很多国外的 国外的粉丝 甚至有时候台湾的也会 他们会问说 刚认识阿玛的时候 他会问说 阿玛是什么品种的 然后我们就 你们后面的Q&A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就说 他就是台湾的米克斯 对 我们现在都给他一个 一般的流浪猫 对我们现在都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 这就是台湾猫 就是台湾猫 很多种花色 对 这是其中一种 这书里头就有 2009的时候的阿玛的照片 这边的文字就要写的 脏脏 瘦弱 干扁 到了2014年的时候 阿玛就丰满 干净 漂亮 请支持领养代替购买 真的很丰满 真的很丰满 很棒 大家已经算是有减肥过 之前更丰满 好提到减肥 我又继续来谈阿玛 可是你要不要先放一下阿玛 因为今天那个谁 我们今天有带那个 玉令来 让大家稍微一下 消解一下 大家对阿玛的那个 思念 好 我可不可以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你们录的所有的当下 没有他录的当下 他其实肚子好饿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看这本书啊 黄阿玛的后宫生虎 我以前看到那個碗都是在放在狗的 就是給狗吃的 就是慢慢吃的碗 它其實有分 貓組也有嗎 我們買的這個就是貓用的 我們那時候在網路上面買的 然後它其實有分碗 貓的是比較小 好像比較小 然後狗好像比較大 就是它的目的就是讓它 剛剛講到就是一開始是認識字 結果因為以前認識字的時候 其實是只有阿麻的時候 它就自己隨便吃 但是有一天就發現它越來越胖 然後醫生開始說要減肥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 應該要減了 那後來就慢慢陸續有別隻 因為它會胖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會去搶別人的來吃 對 它會去搶就是 它自己會吃很快 它會丟一個就是 它會看著人家吃完然後再繼續 後來陸續有那個 定時定量的時候 然後有別隻嘛 定時定量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定時定量應該就沒問題 每個人吃完自己的就不會正常這樣 對啊 結果沒有 就是其他人吃完就是自己會下樓 然後阿麻就是都很晚下樓 開第一個吃但是最晚下樓 原來它就是 而且我們就想說 奇怪怎麼定時定量 反而它越來越胖這樣 原來就是因為它是定時定量 它自己知道的定時定量 所以它覺得 現在不吃完的話 不多吃一點它就會沒機會吃 等一下就肚子餓了 它看到有些貓 它們比較瘦小了 它吃完就是吃不完 它沒有吃完自己的量 它就會幫忙像爸爸一樣就是 挺挺菜胃這樣子 對 然後 它很像收廚語的 對對對 然後它全部就像爸爸一樣 就是最後越來越胖的就是爸爸 所以它就吃很飽 每天都吃很飽 可能比以前更飽 因為它以前還不懂得要抓 把握時間吃嘛 對 它現在定時定 它就在那個時間 它會全部的都吃掉 我們就想說 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又想了一個方法就是把它隔離出來 然後它就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吃 它吃完就只能下樓 沒有別的方法 所以它應該接下來那種喵的那個 叫聲應該會非常的頻率非常多吧 就是一天到晚一直在吵 有時候我早上睡 因為我是住那邊嘛 然後有時候早上 我都是被阿瑪 阿瑪鬧鐘叫起來的 阿瑪就不停在門口這樣喵 這樣子 然後又抓抓玻璃啊 或怎麼樣 就奴才快點我要吃飯了這樣 趕快起床這樣 好今天訪問的是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阿瑪建國史的這本書的兩位作者 兩個貓奴喔 智民跟狸貓 廣告之後我們再繼續來談 這幾隻貓的故事 98新聞台FM98.1阿貓 狗光大街的節目 我是林欣勝 今天我們要來談一本書 這本書叫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阿瑪建國史 當然這阿瑪就是非常紅 他的子民們大概有33萬 我今天早上看 現在大概33萬 我每次看那個數字 我就覺得好羨慕 我覺得有很多的那種 專門在經營臉書的 都會覺得 這數字真是漂亮 但其實我們在談黃阿瑪 黃阿瑪還有其他的後宮的生活 這些生活裡頭 我在這書裡頭 剛剛在廣告的時候 其實智民也有留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養貓其實沒有那麼的簡單 這也是你們在書裡頭的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說 他們想要養貓 然後一開始會來問說 要怎麼養貓呢 其實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餵飽他們 然後讓他們開心 讓他們舒服 就是最基本 然後讓他們有一個整潔的環境 就是幫他們定時親貓殺 但是除了這些基本的之外 你真的非常多要考慮的點 其實我們從阿瑪 然後昭帝 阿瑪跟昭帝他們兩隻 算是非常好養的毛 因為他們都非常的 很有規矩 然後本來就很怪這樣 對 我覺得應該一方面是因為 昭帝是阿瑪 昭帝是阿瑪帶的 所以阿瑪都會教他很多事 所以他其實都很OK 但是自從三角來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原來 不是每隻貓都好養的 就是 不是每隻都那麼好 進入一個新的家庭 為什麼 因為三角剛來的時候 就是會亂尿尿 讓人大便 而且你怎麼親貓殺都沒有用 然後當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辦 因為很多人 其實他們 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會選擇棄養 就覺得阿他不適合這邊 然後他不適合我這個家 他不喜歡我這邊 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 我也曾經這樣想過 但是就只一下子的念頭 然後馬上我就想說 不行我要再去想辦法 因為三角剛是 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對我後來找到解決方法 我想說 為什麼他一直不上廁所 就是不在貓殺盆裡面上 明明都已經弄好好的 對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 他沒辦法接受那個 有蓋子的貓殺盆 他一定要在沒有蓋子的空間裡面上廁所 所以我們才就是 為了他買那個沒有蓋子的貓殺盆 這聽起來非常簡單 就是 就這麼理所當然 但是你不可能 不是 你當下真的是完全沒辦法 每天都親貓殺 然後 幾個小時就親一次 然後 就是他就 因為後來受不了 三角色也受不了 三角色就想說 奴才怎麼那麼笨 他直接在我面前大便尿尿 然後我就 他好像還有大便在他的飯盆裡面 對 他就整個到處大 而且最後 因為一開始我其實都在猜 就想說 到底是誰 因為我想說也有可能是 阿瑪為了不喜歡三角來 所以就 故意 後來三角直接在我面前做完 一連串的這些事 然後我才知道 好就是你了 然後我就開始在研究為什麼是他 然後 所以三角其實那個動作是告訴你說 我有問題 但那個問題是因為他沒辦法說話 所以他試圖讓你知道說 你要解決問題 這是我的概念 對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 他 遇到這樣的問題 他就會覺得說 這隻貓真的不適合我 然後他就會把他 或是說覺得這隻貓好壞 然後這隻貓沒辦法教 對 我真的覺得就是 大家要有耐心 當你決定要把他帶回去的時候 不管你是學生 你是上班族 你是情侶 就是你把他帶回去之後 你真的要對他負責 因為他們其實都知道 他們會被拋棄 或者是他們沒有人要了 就是 因為像他們這種來啊 後面這幾隻隻來 都非常的親人 他的問題就 就像他尿尿 但是他還是很親人 對 所以他只是想要讓你知道 他為什麼不上廁所 他就是不敢進去那個地方 對 那其實後來Socos也是 Socos一來的時候也是 常常尖叫 然後常常在外面大便尿尿 後來才知道原來他 沒有一個獨立空間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自己生活 所以我們幫他買一個 超大的籠子 然後他就是在裡面 他在裡面就很安心 很快樂 比較自在 可以安心吃飯 然後安心上廁所 所以反而很多人不知道的人 就想說 為什麼Socos那麼可憐 一直被關在籠子裡面 然後其實我們就想說 其實他這樣子對他來講是舒服的 他其實這樣比較好 尤其是在剛來的時候 那後來當然現在就是 我們其實籠子有時候打開 他也自己一直在裡面 那有時候他也會出來 他現在已經比較好 就是習慣這個生活之後 他就會常常出來 就是跟我們握在一起 跟貓 甚至跟貓握在一起 但是那個過渡期 你必須幫他一起度過 就是那 書裡面也有講到 像Lulu就是更麻煩的 他所有前面講到 所有的事情 他全部都發生 就是亂到邊尿尿尿 然後還不敢下樓 怎樣 然後會跟阿瑪吵架 對 就是整個相處上也有問題 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算是我爸爸的朋友 沒辦法養的貓 那所以我不惜 但是他非常親人 所以我就一直在猶豫 我就覺得 那那麼親人 我怎麼可能再把他送走 所以 因為他就很喜歡我們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盡量幫他解決 因為我覺得再把他送走 他以後去遇到新的主人 新的主人又遇到 這麼難搞的貓的話 又把他送走 或者甚至是棄養的機率很高 那不如我們就留在我們這邊 慢慢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還好啦 就是經過大概一年之後 一年 真的大概經過一年以後 我覺得 你幫大家那個 建立的心理 心理建設真好 一年 我覺得 對就是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我還要聽過更久的 我覺得 我們那時候就是差不多一年之後 然後我覺得 Lulu就改善非常多 他現在 他現在就是一個 可以跟大家 在樓下就是這樣躺在那邊睡覺 而且Lulu超愛翻渡睡的 就是 翻渡睡就是他很安心的狀態 對 可是我是覺得他 解釋成就是他的個性 本來就比較大而化之 他其實在危險的狀態下 他也會很安心 他是傻傻的那種貓 可是Lulu的 他其實是一隻被棄養的貓 他的棄養理由 我們聽過很多了 不是因為家裡有了常見的 小孩了 有了懷孕了 就不要了家裡原來那隻貓 對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在呼籲就是 你要養貓的話 你除了評估說你 以後的人生規劃之外 包括你要出國 你要結婚 你要有小孩 你都要考慮進去 我們最討厭聽到的理由就是說 我懷孕了 然後家裡的人不接受他 我們就用個比喻好了 就是當你 有你書裡的說 當你 你不可能因為說 我的小孩子就是會抓傷什麼 然後就說 或者是說我要生下一個小孩了 然後我那個小孩子才三歲 我怕他會傷害我肚子裡的小孩 所以我要把他三歲那個棄養 就是很奇怪對不對 你要有方式 因為其實貓也不會去無緣無故去傷害他 所以 而且過敏這個問題 更是就是很多人都有講說 其實從小就跟著貓咪或者是狗 一起成長的小孩 反正不容易有過敏 其實很多觀念是可以去改善的 就不要只聽人家講 而且你 當你把他當成是你的小孩的時候 你就會用很多理由去捍衛他 你一定有辦法去跟你的長輩 或者是跟那些不接受這隻貓的人講 大不了你可能就是想辦法 溝通 或者是自己搬出去 之類的 就是一定有方式是可以留下這個貓的 對 而不是用一個很簡單 很不負責任的方式 就直接棄養就不要了 覺得這個問題解決 但這個問題其實沒有解決 你反而是丟給了別人 或丟給這個社會 去解決你所丟出來的問題 而且當你尤其是你如果是因為 這隻貓的相處上面 適應上不良 而要棄養牠的時候 你要想 他既然都已經這麼難相處 這麼難適應了 你又把他丟到一個新的環境 他要重新適應 那他要更久 他可能一輩子以後都在適應環境 然後一直沒有得到就是愛啊 或者是家庭的溫暖這樣子 這裡面最難送 如果說 如果你們真的有一天 你們剛剛說也有動念說 那要不要就不癢啊 像這種念頭出現的時候 其實三角啊 如果要把他送出去 他的那個命運會一直多傳 一直不斷 因為一直找不到主人 三角但是我覺得是很剛好 因為我三角那時候我 打電話去給那個中途的時候 他原本是跟我講說 他已經因為都沒有人要他 然後他已經把他放回原地了 然後我就說 那你再幫我試試看 因為我就說 我表明說我想養他 那你幫我再找找看 如果找得回來的話 我馬上就可以盡快去接他 你有問過那個人說 三角等了多久啊 等一個主人 我沒有我忘記 但是應該是好幾個月這樣 撲很久 因為他就是 他從他一抓來結紮的時候 然後他就非常親人嘛 然後他就一直待在他們家 然後因為他主要覺得 一定要把他送走 要把他送去給人家任養是因為 他真的太親人 他不適合回去原地野放這樣子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想要特別講 其實我們有做了兩個貼紙 然後最近有做兩個貼紙 一個貼紙是 你養代替購買 對 然後另外一個貼紙是 重視生命 三代接毛 那一張貼紙上面的 其實那個肖像是一隻叫做小花的毛 那隻小花我之前在簽書會上面都有講到 就是那小花很可憐 他非常非常的親人 非常的乖 任人摸任人 就是都可以摸摸他這樣子 但是他就是一輩子都沒有享受過家庭的溫暖 因為大家都喜歡他 但是沒有人把他帶回去養過 然後也沒有人把他帶 有被帶去TNR 但TNR完之後他就被野放回去了 原地野放 那為什麼會覺得他很可憐 因為他那時候在我們的現在後宮的社區那邊 一開始是看到 因為他非常親人 然後我們大家一開始就覺得他很乖 然後就一直摸他這樣 後來有一天就發現他手上有一個蠻嚴重的傷口 就是流血這樣 然後才知道原來是有人拿棍棒 打他 因為他很親人 所以他不懂得要躲 他看到人拿 他被打了他才躲的 因為他已經受傷了這樣 然後後來又過一陣子 就是比較沒有他消息 然後再知道的時候 他原來他已經車禍過世了 這總共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 原來他在被打的時候我們才發現 原來這個社區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們 這些愛貓的人 就是我們一直想說 你就算沒辦法養他 大部分正常應該也不會去傷害他 但是偏偏就是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就是這世界上很多這種人 那這種人就是 不親人的貓都比較不會有危險 但是親人的貓就最危險 因為當他們這麼親人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遇到 遇到壞人是沒有辦法掙脫的 他會來不及掙脫 所以 也想要透過這個告訴大家 你可以去 當每個人都去告訴另外一個人 講說 那個貓他不會傷害你 所以你不要傷害他 每個人都有這個觀念的話 就算你不要去養貓 你不領養也沒關係 但是你善待他就好了 他就是一個睫毛 讓他在外面好好生活就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 當他 因為我們就覺得他很成熟 然後他應該不會去外面車禍什麼的 當他 我們就覺得他很乖 應該都是在裡面這樣 但是你永遠都沒有想到的事情很多 他就最後還是車禍死掉了 所以就是希望如果你能夠領養他的話 就把他領養回去 然後讓適合被養的就帶回去 不要就是在外面親人的 然後又受到這些傷害 對啊 因為志明剛剛提到那個親人這件事情 想想也是很難過 就是一隻貓 他親人代表他信任人 對 但他因為他信任人 而招來那個傷害的時候 我常常覺得那些傷害的人 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那心裡頭那個惡魔其實是很可怕的 在這本書裡頭 他志明跟林貓寫了一段話 今天時間其實已經超過了 大概會壓到那個好狗狗講座 但不管 安靜的下午 溫柔的陽光 三腳靜靜躺在沙發上 如果當年中途沒有把他帶走 他可能現在正在跟街上的公貓吵架 被車輛追趕 或是被無聊的人類惡整 還好奴才當年做的那個決定 讓他現在可以安心的睡著呢 這裡面收了很多隻貓咪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能夠看一看 去看看這兩隻貓 如何照顧這幾隻貓 這本書書名叫做 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三年五班 貝克漢同學 請到訓導處報到 好狗狗講座 我們在我們節目最後來跟我們分享 他在訓練上面或在教育上面 所看到的一些的事情 今天我們要來的是 現在我要講一個模仿的效應 模仿是狗模仿狗嗎 不是 就是人家養什麼 他可能就會模仿想要養什麼 這個心態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不要說台灣 因為一直都是這樣 比如說前一陣子又有一個什麼電影 像之前可魯 養拉巴拉多的 就越來越多 對 那個什麼打籃球的養黃金 就暴增 什麼叫做打籃球的養黃金 我忘了叫什麼 什麼有一隻黃金會去打籃球 會踢足球 我不知道這個是 電影 電影 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開始在養黃金 對 然後小八 現在我們有學生的採犬就叫小八 那最近台灣就有幾個 狗明星 真的是狗明星 我看他們那個粉絲數量 我真的是忘成忘記 不用看我跟你說 不用看 就直接打敲那個想要贏過的念頭 我才想說 我好不容易破萬 欸他怎麼已經死萬了 嚇死人這怎麼搞的 人不如狗人不如狗 這件事情上 我們就可以這樣說 對啊 所以沒有沒有我現在也都有很好的認知 我現在做活動啊 那還會帶這些示範狗狗去 也就是說您是靠明星狗 然後支撐自己的那個 沒有沒有 我絕對不會跟他們走在一起 走在一起會覺得好難過 我要嘛就是他們先進 應該都是我先進去比較多 不然他們一進去 大概也不會管熊爸 講什麼就拿著手機 像第一隻猛拍就對了 真的 好啦可是問題是說這些狗明星 其實會帶動一些的蜂巢 或者是模仿的蜂巢 就覺得說我想要 也想要有一隻像是這種狗狗的話怎麼辦 其實當然我們不是說這樣的想法就是對或不對 可是我還是要講 這個都是要好好做功課的 像我最近有兩種品種的學生 增多 哪兩種 一個是哈士奇 哈士奇 哈士奇風又回來了 因為最近有幾隻 哈士奇蠻紅的影片在網路上 比如說兩隻哈士奇追著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匍匐前進 還跟匍匐前進 對 就是好像會帶小孩 對 還有很聽話 像台中有一個養三四隻的 他們會叫名字就會出來 他們所以一直要說出書 可是一直到現在還沒看到出書 我在知道那多紅 在寵物展碰到的時候 真的是被你知道 圍住的嗎 圍住的那種 哎呀您羨慕的 對啊 甚至我現在手上一個學生叫做 哈勒 標準型貴賓 那是我妹的 我妹是她的粉絲 超級大的粉絲 我跟妳說 不是你妹妹而已 她去寵物展還有輕衛隊 在旁邊把她圍住的 不然她連路都不能走 那我不能再說什麼話了 然後 不是 對 那我們的學生現在上課的 她就會開始 像我現在 養這種標櫃的學生就很多 標準貴賓 對標準貴賓就很多 嗯 然後呢甚至他們會講 哈勒她幾公斤 嗯 她多高 嗯 那她的尾巴是多長 嗯 她的毛在哪裡修的 幹嘛 那他們都要一樣 不是啊 我覺得啊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 養每一個小孩 不管是毛小孩還是海小孩 是 你不可能去期望 你的孩子長得跟人家一樣 你又不是韓國人 他們還會 哈勒她 會什麼才藝 我們家的狗也要毀 有必要到這個地步嗎 所以 我覺得 也不是 我覺得就是說 東施笑皮 是 就是說你怎麼做 你永遠都是第二第三第四 你永遠不會是哈勒 我說明白一點嗎 沒有錯 對不對 你這樣講 那主人聽到我很傷心 我連你傷心到你不癢 所以我覺得沒有 我今天要在這邊要講很多哈勒的缺點給大家聽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以下喔 得罪的請找熊爸 但我要說 你講完這個缺點之後 搞不好他的粉絲會更多 粉絲會更多 對對對 來說幾個缺點吧 今天我就講 就講 只是講哈勒的故事 因為他媽媽跟我已經是十多年的 算朋友了 他們家第一隻狗 就是找我上課 現在已經十二十三歲了 所以十二十三年前 那當然他陸續養養養 哈勒已經大概他第十十隻還是十一隻狗狗了 他每一隻都都是教的 都是做狗醫生跟治療權 都訓練得非常好 也乖 所以他這個哈勒其實他很後面的 就是比較新的剛養的狗 哈勒現在幾歲 哈勒現在三歲 才三歲 才三歲 對兩三歲 我看他要看那麼多年才三歲 因為他很早紅 他同心出生 對同心出生 他很早就紅了 好那他的缺點 那他當時一養這隻狗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算是半年養的 因為他之前這隻狀況不太好 那他看到他就是很便宜的價錢 就把他帶回來 因為他的狀況皮膚也不好 反正狗也有狀況很差 帶回來之後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他養了一隻標鬼 他本來是想要很高興的告訴我他養了一隻標鬼 然後呢 我馬上是一個很長的嘆氣 唉 你怎麼會去養標鬼 養標鬼有什麼不好 他又長得大 帥氣美麗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小的貴賓都是後來培育出來的 對啊 他是刻意培育出來的 基本上個性都其實是很好的 也很親人 而且又不掉毛 對 然後是玩賞型的 只是花很多錢在美容 是 但是標鬼他完全不是 他是最原始的犬種 對 他第一個他是狩獵的獵犬 第二個 他當年過去也被拿來當作護衛犬 對 所以我告訴你現在在路上 你是有可能被哈勒咬的 真的嗎 已經有人被咬過了 那我還是不要找哈勒來上針 真的 有一個阿伯從那邊突然跳出來 好像屁股就咬下去了 因為這是他的本性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一講 他媽媽非常認真 老實說 在三四個月大 他每天就趕快帶著他狗出去給人家抱 他在四個月前 就至少讓兩三百人抱過 就是會花這個事情努力做 可是他還是會兇跟咬人 當然 他現在他是非常優秀的治療犬 到外面都可以跟人相處很好 可是如果說你有在旁邊很大的動作 或是你長得像小偷跟壞人的 他還是會兇 那我還是不要再跟他講 我好怕 一咬了之後 從頭熊巴就告訴他 琴森其實長得像小偷 像那個 所以我要講 這種狗他其實是護衛犬 不是這麼容易 這麼欣人的 看起來可愛 但其實他不是走可愛路線的 可是你這樣講 就很多 我相信有很多想要養標準貴賓的人 都不知道這個 對 而且他非常的緊張 敏感 因為他必須要做這些工作 所以他非常的緊張和敏感 他常常走在路上 自己被自己嚇到的那種 好可愛喔 那我們講日常照顧就好 好 你看喔 小隻的貴賓 剛剛親認識我講 很花錢 對啊 那你覺得大隻的呢 超花錢 不是只是花錢就算 他洗個澡啊 包含 因為你要看他留的這樣子毛蓬蓬的 你知道那個髮型 是多麼辛苦留下來的 他洗個澡要到六小時 真的嗎 真的 我們家以前養黃金尾 光是梳枕 就要花了大概我三個多小時 為了這隻狗 他媽媽跟女兒都要去學美容 喔 要學怎麼幫他修毛 所以他家一定有吹毛機 你想想看 一個人去學個美容 可能要五萬十萬喔 嗯 但對他來講 搞不好比較省喔 是比較省喔 送去給人家修 你想想看 要花了多少錢 是比較省 然後喝水 他都要用那種 那種用舔的小水的這樣 不能讓他整碗這樣大口喝啊 因為怕髒了他的嘴 不只是髒 因為他一濕之後 他這邊嘴巴就會濕疹 就會出問題啊 他是為了健康 不是說他們 其實他們已經都用這個 為了美麗 對不會說 要多擦一下 他不是擦的問題 是一撕掉 他怎麼擦也沒有辦法擦 所以他都要把它 要修 然後要用那種水 那種用舔的那種 小瓶子 讓他慢慢降 那不是我們家兔子在幹的事情嗎 真的 所以 不是 光這樣洗個澡啊 因為他們全家人 包含他小孩 媽媽 現在都要學 怎麼去美容 撿毛 對 每天梳毛 我跟你講你會梳到也會瘋掉 因為他很大隻 不是 他那個毛 其實毛 貴賓毛是捲 其實養貴賓都知道 你今天只要一不梳 就會打結 對 但你想想看 就是說你看那個 十倍的放大的那個毛 你怎麼梳 你每天就是一直梳 一直梳 嗯 所以照顧一隻狗 你其實基本上已經可以照顧四五隻狗了 嗯 好啦 希望能夠打退大家 要養標準貴賓的念頭 不是說打消啦 就是說我要跟大家講說 你們今天 不要說啊 當然我們看了這些很漂亮很可愛的狗狗 我希望大家都去做功課 對 就像我常常講 我們今天上課第一名最容易出問題的 是邊境牧羊犬 對 大家都邊境很可愛 智商又高 但你有沒有去做過功課 或許是柴犬 我們上課會談過 都是這樣 對